水瓶加好水之後 這個蓋子可以打開 然後 風扇這邊 塞子打開 然後用按壓的方式 好 按壓的方式將水給注入 注入完畢之後 塞子蓋上要注意說 這邊中間有一個導管水一定要進入導管 如果水沒有進入導管的話需要 打開蓋子讓水能夠進入導管之後再蓋上塞子 這邊是電池倉 品口的電池18650的 這邊是正極 這邊是負極 這樣子裝好 然後上面是 風扇的 轉速 下面是噴霧 按一次風扇弱檔 弱風 按兩次 中強風 按三次是強風 下面是關閉 下面噴霧的話按一下一檔 噴霧如果 噴霧的時候因為這邊如果有水的話 噴霧噴不出來就要用 衛生紙將這個中間的水給吸一下 然後就看到有噴霧出來了 一檔是連續噴霧 然後再按一次就是間斷性噴霧 好間斷性噴霧 噴幾秒停幾秒 再按一下就關閉噴霧 然後這邊 這個是 可以這樣子立著 然後這個是那個USB充電線啊 這個是那個USB充電線啊 好現在是單獨噴霧的狀況 所以 如果不是予了